快晴的空間 夏的匂いが また僕を包む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你見到我的聲音 拆拆地因為我神禁早起床 神禁早起床做甚麼呢 就是做聖地巡遊 這裏其實就是福島的衰賀村市 其實就是超人的作者 袁谷嬰兒的故鄉 所以這次就和大家看看 這個地方有甚麼聖地巡遊必去的 帶大家看看 第一件事是做甚麼呢 其實這條街 整條街有很多超人的帳 所以我們就去找些帳 而這條街就叫做 松明通 這條松明通 由起點開始就是初代超人 然後去的皮管王 電王 順著去一個U-turn 去到超人A 去到太郎 回到頭 回到頭 就會見到吃錢怪的 就是一個U-turn型 現在我們就馬上開始了 第一個就是初代超人 這個就是初代超人帳 你看到整個人那麼高 再過來一點點 這裏就告訴大家 這個帳到底是何時放在這裏 2023年就是8年前放在這裏 嘩 真是不得了 這個我等下就和它合照一下 然後第二隻就是Pikumon 這隻Pikumon 就是2017年11月11日放在這裏 嘩 我剛剛發現了些東西 在街上這樣的箱子 你看到三頭金龍的展影 我想說 這一隻就是火山怪鳥巴頓 只要這一隻就是圓盤的 金色的龍Nars 這一隻就是慘慘珠的Djamila 這一隻就是阿爾哥斯拉 這一隻就是雪女怪獸 然後這個就是電王 這一隻就是Black King 這一隻就是雙尾 這一隻就是Zalabu Sejin 就會假扮超人 這一隻就是Uludora Q裡面的Gormes 第三隻就是電王 電王的象都跟超人一樣 就是2015年3月1日放在這裏 然後就是它 它就是宇宙大怪獸Bermusta 這隻Bermusta 就是2015年11月14日放在這裏 然後就是驗頭隊長 左飛 左飛就是2015年11月14日放在這裏 接下來就是超人ACE 超人ACE就是2016年11月12日放在這裏 接下來就是U-Turn的尾聲 就是超人泰郎 超人泰郎就是2016年11月12日放在這裏 看完超人太郎 就輪到超人媽媽了 這裡就是超人媽媽 她就在2016年11月12日放在這裏 接下來就是初代超人大結局打的最終BOSS 就是宇宙恐龍跡頓 宇宙恐龍跡頓 就在2015年11月14日放在這裏 然後積頓附近也有一間文具店 我就被他的招牌吸引住了 裏面就販賣著不少超人的文具 還要是這裏才有的 原子筆的筆身印有超人和怪獸 這個迷你信封還有信紙 我也有買 圖案真的超級有趣 然後還有記事本 什麼帽子等等 這個就是鞋抽 又或者叫鞋拔 同樣都有超人的圖案 門口還有巴魯坦星人的袋 也有達達和比古夢 接下來就是超人Jack 這個超人Jack 就是2015年11月14日放在這裏 接下來就是七星俠 我想說這裏的太陽光真的很漂亮 然後令我拍了很多照片 這個七星俠的象 就是2015年3月1日放在這裏 接下來就是古代怪獸哥摩拉 這個哥摩拉就是2015年3月1日放在這裏 從明通的超人怪獸雕像 現在就看完了 然後我們就去另一個景點 回到家看回發現 影片就沒有了聲音 於是就要重新配音 這裏就是圓谷嬰兒故居的舊子紀念碑 以前這個位置就是圓谷嬰兒的家 在出生到成長都在這裏 現時這裏就是圓谷嬰兒的故居 而紀念碑就是1995年 由衰賀村青年胡爾所製作出來 然後就擺放在這裏 紀念這位特攝之父 紀念碑上面就印有圓谷嬰兒和七星俠 而在我身後面 現在就是家族後人經營的café 這間café就叫做大粗屋咖啡店 而這間café的門口並非面向大街 現在就進去看看 店鋪空間都頗大 而且環境氣氛都頗有懷舊的味道 café就是由圓谷嬰兒先生去經營的 就是前鋪後café 面向松明通大街的就是M78shop 而後面就是這間café 菜單的餐點都是正常的 我現在還是早餐時段來的 於是乎就叫做肉醬烤三文治 和一杯咖啡 坐在吧桌上還可以欣賞到沖咖啡的過程 首先就是磨豆 這部磨豆機相當有歷史 其實我都頗喜歡看人沖咖啡 而味道方面喝起來都頗不錯 是那種帶點燒焦味的咖啡 然後就是肉醬烤三文治 就是用了三文治烤盤去做的 表面烤至脆口 然後裡面的餡料熱辣辣 芝士肉醬還有椰菜絲 簡簡單單但很好吃 店內就擺放了很多珍藏 例如古老的相機 還有不同人送贈的超人擺設 袁谷成先生非常見譚 還帶了我去看眼前的珍藏 又會逐一介紹給我 袁谷成先生也有去過香港 不過就很久之前 就是九七回歸之前的事 而這一張就是袁谷英義親手寫的毛筆字 接著就看看前面的M78shock部分 又是一種很懷舊的感覺 一看店舖的樣子就知道 又是我很喜歡的尋寶時間 店內就一隻超大的迪家放在正中間 造型帶點古舊的 挺有味道 接著店舖也放了一部夾公仔機 然後店舖到處都是非賣品的寶物 眼前大部分都是袁谷成先生的收藏 這些就是相關的書籍 然後這一套擺設就真的特別了 就是模仿了這個拍攝的現場 這些就是衰賀村市的限定品 現在就已經是非賣品了 而這一個就是超人之父的手筋仔 這裏開始就是我們可以買的商品 有部份就是平時都見過的M78商品 這一個圓谷嬰兒的指頭公仔我都有 玻璃櫃裏面都是圓谷嬰兒相關的收藏 這一部就是上當年特攝之父用的攝影機 還要是手動運作那一隻 下面就應該有一些親戚 以及一些相關的書刊等等 另一邊有一些懷舊的躺膠公仔 這些就是當地的限定手信 有手腕袋、掛布、毛巾等等 接著就有波子汽水、機視本 Fylo 這些怪獸酒香港都可以賣的 其實有很多種 而這堆都是記事本 提提大家看完整條片之後 答問題還有送禮活動 記得看到最後 這裏的指頭公仔有部份已經絕了板 而這些就是近期的新商品 就是新超人的玻璃杯 然後店鋪的盡頭有一個寶庫 這裏就有不少歷史的軟膠 大大隻的大膠超人都有 這些就是Blue Mark的公仔 奧摩迪加和巴魯坦星人我都有 上面這一盒哥斯拉也很重份量 我對這張高斯的電影海報超級有興趣 而海報下面都有很多大膠 價錢也有差不多 接著就去下一個景點 衰賀村密產店 在門口已經有很多超人的手信 有餅乾 有朱古力 還有咖啡豆 每包咖啡豆都印有不同的超人圖案 就連當地出產的月光米都有 這些袋子剛才都見過 全部都是這個市裏的限定 而這些和風的掛布都蠻漂亮的 眼鏡布我今次都有買 有看我的開箱片都知道 這一堆就是限定的明信片 平時其他地方都有軟膠 這裏都有少量 這個拉麵碗也挺有收藏價值 跟著這一個就是衰賀村產的蘋果汁 下一站就是圓谷嬰兒博物館 這一棟建築物就是多用途的設施 裡面主要是衰賀村市民交流中心 然後還有兒童中心和圖書館 而圓谷嬰兒博物館就位於五樓 入到地下一樓 你就會見到三大座怪獸像 首先就是巴魯坦星人 你看它的造工非常漂亮 然後就是骷髏怪獸熊王 這些怪獸像全部都很高很大隻 最後就是King Joe 然後旁邊就有很多扭蛋機 就是可以買到紀念的金幣鎖匙購 金幣的圖案就有很多種 我就選了當地地標的超人像圖案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很喜歡聽扭蛋機的入錢聲 以及扭動個掣的時候的聲音 然後就上去五樓參觀一下博物館 因為當時就快上新蒙面超人 於是就有蒙面超人的小展區 這裡就有很多特攝的書本可以看 左邊就有職員畫的圖案 以及寫了紙仔 推介一下這本書 如果香港都有這些圖書館就好了 另一邊的玻璃櫃裏 就有特攝界名人的親筆簽名 例如鵪野壽名 美上黑狼 通口真摯 三前敏夫 又或者多位參演過超人的演員 這個就是市長頒給袁谷嬰兒的感謝狀 然後裡面就是博物館 不過就不准拍片 所以就要用相片去介紹 首先你就會看到初代哥斯拉 同樣地這裡都有很多很吸引的書本 亦都有每隻哥斯拉怪獸的來源介紹 另一間房間又設有一大座模型 就去解說超和年代是怎樣拍攝這個特攝片 例如戰爭片的大和號 就會在海洋上航行 其實就是砌出了一架超巨大的戰艦模型 再放在一個超巨大的泳池上拍攝 實在是超級精彩 接著也有特攝之父原谷嬰兒的生平介紹 本來的特攝相關書刊的藏書量都是超多 我真的看得深深眼 下一站我們就去市役所 市役所即是我們的政府辦事處 剛才我們就看了這個超人媽媽和超人太郎的帳 為什麼會沒有超人之父呢 就因為在這裡 這裡有一件事可以做到 就是登記這個叫做住民證 衰賀川市就是M78的姊妹都市 所以就會頒一張類似證書 上面就會有個名字和號碼 你當是身份證號碼 所以這裡就可以免費登記 然後這個帳 其實就是這個叫做 2017年3月30日的時候 就放在這裡 而這個帳的旁邊還有超人之母的登柱 以及超人太郎的登柱 好了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去 進去就找回相關部門的櫃位 然後就填寫預約號碼 職員就會去電腦找出你的資料 接著就要核對名字有沒有錯 我登記的名字就是馬高斯 然後住民證都有很多圖案可以選擇 好可惜沒有超人高斯 而可以選擇的圖案超過10款 這個時候選擇困難證又會發作 當你選好了之後 付300日手續費 等一會就會印好給你 然後還有五款限定檔案給你選擇一個 所以現在馬高斯我就是光之角的市民 剛好我離開的時候還看到超人巴士 接著下一站就是JR 衰賀村車站的前廣場 在車站對出的廣場位置 就有一個初代超人的石像阿納在這個地方 而且並不是普通的雕像 而是故意為了這個地方而設計的造型 所以還是當地的地標之一 而石像兩邊就有初代超人和七星盒的登柱 如果大家不是自駕遊的話 正常坐新幹線去到福島縣的棍山站 再坐電車JR東北本線的新白河行方向 大約10分鐘便會去到衰賀村站 正常來說這裏就是大家的起點位 我們由一大清早走到現在都1點鐘了 是時候吃午餐了 作為一日四餐都可以吃拉麵的我來說 在去每個地方之前都會順手查一下當地的拉麵情報 我在日本網站中看到衰賀村市的拉麵排行榜 我就選了第二位的Tori Mugilara 這間店鋪在車站附近 沒理由不去 這間店鋪的店主和主打的拉麵同樣是非主流 就是這個年輕的拉麵女店長 在拉麵界來說十分罕見 而福島縣的名物拉麵其實就是起多方拉麵 而店鋪就反其道而行 主打這個雞白湯拉麵 結果成功插旗 還成為當地的人氣拉麵店之一 我就叫了特製店雞白湯鹽味拉麵 多謝成為1000日圓 即是60港幣 而且賣相十分吸引 雪白湯上面浮起花形狀的雞肉叉燒 再在旁邊加蘿蔔苗做點綴 單體賣相已經不得了 首先雞白湯喝下去非常之重 很濃厚 在表面上鋪了一層用雞白湯打出來的泡泡 令到口感變得更豐富 再加上麵條就是幼身的細麵 能夠吸收大量的湯汁去吃 然後叉燒都非常獨特 就是有三塊豬肉叉燒再配一塊雞肉叉燒 叉燒還要經過低溫調理 低溫烹調的肉質非常鮮嫩 還要有這麼多塊我真的大滿足 我和朋友吃完都拍了手 我也很後悔來這裡吃 因為這間店舖只像一間 平時要去這裡就不簡單 現在心思思想吃都要斬手指 吃飽飽之後出發去聖地巡遊的最後一站 就是今次旅行的重重重重頭戲 衰賀川特攝檔案中心 這個地方對於外國人來說 絕對是新鮮滾熱辣的 因為檔案中心在2020年11月3日正式對外開放 就是由鵪野壽名通口真治 美相黑浪和三前敏夫為首 目標就是保育和發展特攝文化 他們搜羅了散落在日本各地的特攝器具 再修補他們然後剪出給大家看 由於管內大部分地方都是禁止拍片 所以我也是用相片去介紹 這個檔案中心開放給大眾看的部分 我猜應該只有一小部分 因為有很多好東西都收起來了 我之前看紀錄片時還見過 超和年代拍攝這個戰爭片的大泳池 另外如果有導演想拍特攝片 都會去這裡借道具去拍攝 例如平時拿去做背景的建築物 這裡都有很多 我進到門口的時候 職員都很出奇 因為這裡四圍都是什麼都沒有的荒地 什麼都沒有就連日本人都不會特意來 更何況是兩個外國人 他問我為什麼會來 為什麼會特意生長水遠來這裡 我回答他很簡單 因為我很喜歡特攝 很大機會我就是首個前往參觀的香港人 今天全監管被我們兩個獨霸了 首先參觀人士可以去放影室 看一條大約10分鐘的短片 就是巨神兵現身東京 這是2012年展覽時的相關影片 介紹當時鵪野壽命堅持不用CG 要用最原始的特攝技術去拍攝巨神兵的短片 裡面的爆炸 建築物的崩塌 以及巨神兵等等都是人手處理的 當時製作的巨神兵在這個館裡也是展出 然後同一個樓層做一個打卡位 就是模擬拍攝特攝片的城市模型 這裡大家可以假裝超人 假裝怪獸都可以 然後到地上一樓 大堂位置展出了新超人巨神兵 頭頂還有很多飛機 戰鬥機 然後角落區域也設有特攝圖書館 這個位置也是想留下兩三天去慢慢看書 然後走到另一間房間 就是一個小小的展品區 雖然你可以走的地方只有一個走廊位 但隔著玻璃 裡面是超多的保密庫 擺放了超和年代的戰艦三顆真品 亦都有上當年拍攝恐龍戰隊的合體機械人 更加有不同超人作品的超人和戰機等等 全部都非常珍貴 真的看得我都不想走 By the way 要前往這裡都不簡單 公共交通工具應該要坐巴士 下車後也要走很多路線道 然後如果由JR蜀河村站 坐的士過來就要大約20分鐘 單程大約3500日圓 不過檔案中心四圍都是一大片荒蕪的地方 回程的時候要截的士都不簡單 好 今次的聖地巡遊就到這裡 最後當然就是送禮活動的環節 今次禮物就是8款當地限定的檔案 分別有一款是圓谷嬰兒博物館的限定品 另一款是特攝檔案中心的限定 其餘的6款是衰渴村市的限定 檔案的介紹可以看回這條影片 玩法都很簡單 進去Google Form 然後回答5條問題 最快答完的8位朋友 每人就可以獲得其中一款檔案 當然就是隨機 沒得選款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現在這個頻道就是超級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5或10元 大家的支持絕對製造動力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按LIKE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